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个频道的宗旨是增加大家原价抢鞋的成功率 同时分析一些哪些球鞋可以适合自穿收藏以及投资 本期视频又是一个超鞋哪里买的视频 今天让我们把时间聚焦在五月份 看看五月有哪些好鞋可以买 同时我很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对于一双球鞋是会money还是会pass money就是我会参与抽签 如果没有抽中也很有可能会在二级市场掏钱买入 pass就是指我不会参与抽签 我也会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对于一双球鞋的在售价值预测是会吃灰还是会起飞 那吃灰呢就是指接近甚至低于原价 那起飞呢就是指它的在售价值有可能会超过发售价100% 那这里指的发售价呢 是指这一双球鞋在本发售地税前的价值 那会要每双球鞋发布的信息呢 打在公屏上包括时间跟地点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第一双鞋呢虽然已经发布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聊一下就是科比六代啊 这一次是纪念科比跟他女儿的一双球鞋 那在sneakers上呢 以sneakerspass和专属的形式进行发售 那sneakerspass呢必须要定位到LA才可以去抢购 那即使你抢中呢 本人不能出席去取鞋 也是不能够拿到这双球鞋的 那会有好多人问我啊 说ezy之前你分享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刷活跃度啊多买球鞋 为什么我还是中不了专属呢 那这里呢必须说明一下啊 专属是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 纯看运气的一种方式 不代表说你的活跃度高就一定会中专属 好多比如说僵尸号啊 完全没有任何活跃度的账号 也有可能中专属 所以说专属啊跟平时正常的抢购 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方式 那这次呢我根据群里的中间情况 包括线上啊大家分享的一些图片 我发现好多人的生日呢 就是在这双球鞋发售的当天 或者说生日的月份呢就在本月 所以呢我猜测啊有可能真的跟你的生日会有一定的关系啊 下次发售这种比较重大的球鞋 如果以专属的形式发售 你可以改一下你的生日试试看到底会不会中 5月3号会发售一双 Women's Only AJ1中邦的Green Python配色 那这次呢一个看到上面用了一个绿颜色的蟒蛇纹 看起来真的是很夸张 我自己呢应该大概率会pass 这个球鞋其实在二级市场呢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但是呢长期来讲啊不好说 因为上面的皮质呢特别的特殊 这种球鞋都非常难以预测 所以我推荐的方式呢就是快入快出啦 买到马上就卖掉 同样是5月3号会有这双AJ1高版的啊 Stash啊那这一次呢采用了一个黑颜色的配色 同时上面会有一些配件 比如说一些小包裹之类的 我自己呢觉得这个设计还是蛮酷的 应该大概率会尝试去Money 但多半是因为好奇心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短期来讲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好那这双鞋呢其实看起来发售的途径不多 我认为呢长期来讲会有不错的走势 但是由于这个鞋设计的特殊性啊 你可能要囤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才行 时间来到5月4号会有一双Dunk Low的Fossil Rose配色来发售 这双鞋呢已经说过多次 我会尝试去Money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呢也会起飞 好下双要讲的是5月4号会发售的Dunk Low Core的Purple配色 我自己呢已经Money了 这次呢可能会再次以投资为目的尝试去Money一双 发售的网站不多为北美的补货 那亚洲的朋友呢如果能够去抢海外啊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确实海外抢鞋的难度呢相对没有那么高 主要是因为货量大发售的途径多 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华人球鞋社区啊 这样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海外抢购的信息 5月5号会有双Dunk High的Prime Pink配色来发售 那这个鞋呢我应该会尝试去给我老婆骂你一双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我认为啊会有小部分的利润空间 同样是5月5号将会有另外一双鞋 我觉得会更加令人兴奋 那这双Ime Leandor跟New Balance的650联名呢 看起来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看的 几乎就是在一个低帮550的情况下呢加了一个高帮 那这次的首发配色呢为四个颜色啊分别是灰色绿色深蓝色和红色 我自己呢更加喜欢灰色跟绿颜色的这两双 那最近New Balance的热度呢真的是被Nike啊或者是EZ的球鞋呢戴了起来 不是说它原来不好 只不过呢大家对于Nike跟EZ的球鞋的热度啊渐渐的没那么高了 就去移植到其他的品牌 那New Balance呢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但是这个品牌的发售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心 还处于上十年的简简单单的发售模式 没有任何的防暴的机制 抽签也是纯随机 所以手动挡和这个暴的挡抢起来啊都不太好 而且呢货量也不高 所以说啊这双的球鞋确实抢购的难度比较大 我自己呢认为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啊 可能一些小马的利润会非常可观 那至少大马呢也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当然了我会尝试去Money 能不能Money到真的是看运气了 同样是5月5号这个熊猫的Dunk Low又补货了 但这一次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普款 应该是Next Nature 就是可回收材质支撑鞋底的那一款 但不管怎么样啊一定也会卖爆 所以呢抢就对了 它的投资价值啊非常的高 我自己肯定是要Money 二级市场不用多说已经起飞 5月5号 Supreme跟Nike的Airzone Flight 95呢会迎来发售 这一次会有三个配色 黑色米色跟北卡兰 我自己呢应该会尝试去Money 这个发售价只有160美金 所以利润空间会非常的可观 好5月6号呢海外啊 尤其是Finish Line GD Sports包括瑞布本地的官网呢 都会发售这双瑞布Anser四代的54分 那这一次简单的白灰配色呢 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看啊 应该是比较百搭 而且呢我自己小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看F3打球 所以这双鞋呢我肯定要尝试去Money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我猜啊是大概率有吃灰的风险 但是呢完全是为了这个情怀去冲一波 好5月6号呢又有另外一双联名 就是Terra Winston和瑞布的联名呢 这次呢会推出两个鞋款 第一款呢是Question Mid 这次呢采用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黑白配色 非常适合穿搭啊 只不过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鞋型 所以呢可能大概率会pass 另外一双呢就是Club C了啊 那这个鞋型呢是好多人都推荐 非常的舒服 我自己呢还没有一双 所以呢出于好奇心 应该会尝试去Money这个系列 那这位设计师呢 如果你看到他的Instagram啊 他的设计呢真的是很有意思 很有这种比较高端 比较现代的风格 我觉得如果想装饰一些 比如说艺术馆啊 或者是厂房啊 或者是比如说自己家里的这种收藏室啊 车库啊 我觉得都可以采用它这个风格 好5月7号呢会有双AJ9代的智力红 我自己呢应该会pass 它会有吃灰的风险 二级市场的价值呢应该会吃灰 好时间来到5月7号 据说这双一直推迟的EZ450SOFAR配色呢 终于要迎来发售 我自己呢肯定会尝试取Money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短期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可能有一些码的 比如说中间段位呢 有可能会有倒闭的风险 但长期来讲呢 小码应该会先飞 5月7号鞋真的非常多啊 还会有Nike这一边的Air Max Skunk配色来发售 那如果你有知道的 SKunk呢是之前SB半个HIGH的 非常火爆的一个配色 那双鞋呢已经炒到了2000多美金 那早就处于了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 那这一次的Air Max 1呢 肯定不会那么夸张了 但是至少这个配色 我还是很非常喜欢 所以呢我会Money 它在二级市呢 价值呢会有非常少的利润空间 长期来讲我比较看涨 时间来到5月10号 这双Dunk Low的Cinder配色 终于要在北美迎来发售了 那之前好多人问我 对于这双球鞋的看法 我跟你讲 如果是这个同样的配色 它上面加了一个SB Dunk 绝对飞的非常离谱 那虽然是一个普款Dunk呢 它的在售价值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这双鞋更适合收藏自穿 因为确实在普款Dunk里呢 属于比较独特的一款 那首领有现货的朋友呢 可以告诉一下大家 你鞋盒上面这双鞋的Label 后边是不是有一个PRM 就是Premium 或者是Pro的字样啊 那这个往往意味着 这双球鞋上面应用的材质呢 会更加的高级 那这种鞋呢 往往比较适合收藏或者自穿 拿来投资呢 虽然能赚到钱啊 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 5月11号呢 会有一双AJ6代的 午夜海军蓝配色来发售 我自己呢 应该会pass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大概率会吃灰 5月12号 这双Dunk Low的Team Red 又会迎来补货 我自己呢 已经money到一双啊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会有非常不错的利润空间 同样是5月12号 这双鞋 而且我就更加的兴奋了 是Dunk Low Next Nature的 这个红颜色配色 看起来呢 很像那种非常正的大学红 所以不用多想 不管你是收藏啊 自穿呢 还是投资 一定要去money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长期来讲肯定会起飞 5月14号 Easy这一边呢 会有一双500的Granite配色来发售 那这次呢 我觉得配色一般般啊 这个黑不黑 灰不灰 踪不踪的 我自己呢 其实已经有大概三双Easy500了 那颜色呢 都是比较纯 比较统一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应该大概率会pass 好的 这双鞋呢 其实二级市场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利润空减啊 但是可能会不太好卖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冒险的话 我不太建议你去囤这双鞋 或者买特别多 好 时间来到5月13号 会有这双阿玛玛尼尔的AJ2代迎来发售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因为之前的AJ1代跟AJ3代呢 都原价抢到了 这次呢 发售 大家注意啊 是阿玛玛尼尔only 也就是说呢 不会在其他地方进行发售 那这次的发售模式呢 也会分为几大类 第一类呢 是线下抽签 这个应该是你几率最大的 没有之一了 那抽签的城市呢 是亚特兰大啊 美国的Washington DC 就是华盛顿 加上休斯顿 那不在这三个城市的朋友呢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到 这三个城市的朋友呢 就非常的可惜 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线上抽签啊 要加入到这个discord group 那这个应该是所有抽签方式里 几率最低的一种了 那目前看呢 应该已经有几十万人参与抽签了 那大家注意呢 线上抽签的方式呢 5月5号结束 好最后一种方式呢 就是5月13号线上抢购的模式了 那这个方式呢 应该是除了线下抽签以外 几率最高的方式 ezy呢 应该也会在5月13号之前 给大家出一期抢鞋攻略的视频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呢 当然是加入到我们的华人球鞋社区啊 在这个社区里呢 这种重大发售都异常的活跃 你想错过这种发售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发售的当天呢 我会跟大家一起语音抢鞋 有任何突发情况呢 都能够及时解决 避免呢你自己单打读到 有些信息是不知道的 那这双鞋呢 讲了这么多 肯定是要money的 它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呢 长期来讲肯定也会起飞 现在呢已经飞得非常夸张 但是在真正发布以后呢 它肯定会迎来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如果你参考之前的一代跟三代呢 你就可以看出这一次的曲线呢 应该也大概相似 长期来讲呢 我认为也会回到五六百美金的水平 好又是5月14号啊 这两周真的这非常忙 那这双AJ11代的D棒72时呢 会发售 那这双鞋的故事性啊 远大于它的这个炒卖性 也就是说 它的收藏价值会更高 我自己肯定是要尝试去money了 但也是为了收藏为目的 它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呢 短期来讲啊 不会有特别可观的利润 但如果你肯囤的话 哎 过了几年 大家想起到这双鞋 一定它的价值呢 会渐渐的增加 但还是那句话啊 不太建议多囤 可能五到十年后啊 一双球鞋飞了 大家回过头来看 我现在做的预测呢 也不可能都完全准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在未发生的情况下啊 把所有的事都预测得非常准确 那这样的话 我干嘛不去抄股票 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种球鞋的预测呢 这里呢 只是基于现在已有的数据下 给你一些建议啊 给你一些比较适合当下做的判断 那希望呢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那看到这给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EZ的视频还不错 不要忘了顺手来一个赞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点订阅跟关注哦 又是5月14号 那这双AJ三代的粉颜色的配色呢 也会应该发售 我自己已经期待了好久了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爆裂纹呢 有一点点摩卡的配色 是不是很赞 那如果大家注意到啊 Travis Scott呢 经常会在摩卡色的球鞋上面呢 搭一个粉颜色的鞋带 那这一次的AJ三代呢 在脚后跟这一个部位啊 图漆的这一块呢 用了一个粉颜色的配色 而且鞋舌上呢 粉色站曼logo啊 也是非常漂亮 所以呢 又是一次摩卡加粉色的撞色 说到这儿呢 肯定要去money了 至于它在二级上的价值呢 应该是比其他的AJ三代的表现要好一些 但是想起飞呢 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确实三代在整个AJ系列的热度呢 并没有一代啊 四代啊 那么高 好 终于过了14号了 来到15号 这个AJ6的酸洗丹宁呢 会迎来发售 这双鞋呢 我应该大概率会pass 我总觉得这个水洗配色 应用在AJ6代上 并不是很好看 好像一个牛仔裤破掉了被抠俩洞的感觉 我还是喜欢这个水洗丹宁的布料呢 充满整个鞋身啊 会好看一些 它在二级市场表现呢 应该会吃灰 所以真的可以说是收藏 自穿和投资 可能一个都不占的一款球鞋 5月16号呢 EasySlide的又会迎来补货 那这一次呢 会发一个发光绿的配色 荧光绿啊 这个鞋呢 我是接受不了荧光绿的配色呢 实在是太炸眼了 但是呢 以投资为目的 还是会money啊 它确实在二级市场表现 一直非常的强劲 除了荧光绿配色以外呢 还会再次补发这双黑颜色的配色 那这双鞋呢 就更加适合自穿了 完全没毛病 5月20号呢 据说会发售这双Cloud 跟AJ5D班的联名 那这一次呢 又是中国风十足 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有好多这种中国节啊 或者是翡翠啊 包括中文字体的元素 我其实是很喜欢 冠希哥在每一次球鞋设计上面的细节处理的 但是呢 这个球鞋就是不货啊 可能跟这个货量大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冠希哥又被称为了冠希哥 其实我自己可能出于好奇心呢 会尝试去money这双球鞋 但是它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呢 我真的不太看好 首先是鞋型比较拉胯 另外一点呢是冠希哥最近的名声 确实是由于这个割韭菜啊 影响很大 时间来到5月21号 AJ4代的军黑配色 终于迎来发售了 那在这个亚洲已经发不过了 而且二级市场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 在北美没有发售的情况下呢 能够稳定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那也就是说呢 这双球鞋可能在北美发不过以后呢 它的价格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下跌 但是由于它本身已经比较高了 这个利润空间呢 也不会被蚕食多少 长期来讲啊 我认为也会后劲十足 因为这个配色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呢 现在除了欧美以外啊 亚洲的这些朋友呢 也非常喜欢AJ4代 所以说啊 这双鞋整体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球鞋 无论你是收藏自穿还是投资 当然了 我会骂你 价格呢 不用多说会起飞 好 上一次聊过的一双rumor球鞋呢 这一次确定了发售日期 就是在5月23号会发售的 Off-White Air Force One中榜 那这次呢 也会出黑白两个配色 我自己呢 觉得白颜色的这双 会更好看一些啊 虽然上面的这些钉子啊 看起来很夸张 但是Off-White呢 就是走这种结构风啊 或者是夸张的风格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就认为 它少了一些Off-White的味道 出于好奇心呢 我自己应该会money 它在27上的价值呢 我给的预测应该会起飞 时间来到5月25号 这双Air Jordan One Heritage呢 终于会在北美迎来发售了 好多人问我啊 对于这双球鞋的看法 没有拿到实物之前呢 我不太会给一些 非常具体的这种建议 那这双鞋呢 又采用了一个无眉大侠的设计啊 前面的外轮扩是一个纯白配色 然后在填充过位呢 加了一个红色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配色方案的 它在二级市场表现呢 也非常不好啊 远低于预期 所以中短期来讲呢 我还是会给一个吃灰的预测啊 长期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利润空险 为什么最近给的这种吃灰的预测越来越多了呢 是因为最近经济不好啊 经济不好呢 人们就不太愿意去消费 也就导致了本来应该会有不错利润空险 或者说起飞的球鞋呢 都有了吃灰的风险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最近投资球鞋啊 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原因 那我自己呢 其实看了一些网图 好多人把这双球鞋做了一个做旧的处理 那可能出于好奇心呢 我会尝试去Money一双 如果Money不到呢 也不会特别的生气 好 5月27号呢 会有这双Hello Kitty跟IKE的Air Presto联名啊 这一次呢 我应该会大概率pass 自己对Hello Kitty并没有特别多的 这个可收藏的欲望 价格呢 现在看是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但是我觉得呢 长期来讲有可能会吃灰啊 5月27号会有这双AJ5代Easter配色 就是粉颜色的这个AJ5代啊 我也是期待了好久 我自己呢 还没有粉颜色的5代球鞋 所以这一次呢 一定会尝试去Money 它在二级上的价值呢 短期来讲啊 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5月28号会追踪BSTN跟Adidas Forum 84的联名 那BSTN呢 其实是我早期非常喜欢的一类网站了 那可能当时呢 Nike还没有发布这种全球啊 快递的政策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欧洲买鞋 然后这个网站会直接跟你运到美国来 或者运到中国去 那当时呢 在北美抢不到的时候 我在BSTN抢到了好多双非常好的球鞋 那之后呢 Nike就出了这种政策 BSTN呢 也只能是在欧洲发货了 但是啊 可能为了感谢一下这个网站 当初啊 我在那个上面抢了这么多好的球鞋呢 我应该会尝试去Money这一次的联名 那这一次呢 是跟Adidas的联名 所以应该不会受到Nike全球发货的政策的影响 它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呢 由于是非常小众啊 热度肯定不高 所以呢大概率应该是会吃灰 好讲完了五月确定发售的球鞋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谣传会有哪些球鞋迎来发售 第一双要讲的呢 就是AJ1中帮的Zen Master配色 我自己呢期待了好久 一只也不发啊 那除了这个AJ1中帮呢 还有一双AJ4代的Zen Master 这两个配色呢 其实都非常好看 我自己呢如果发售肯定要尝试去Money 它们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呢 我认为也会非常强劲 另外呢据说啊 在五月份EZ这一边呢 会发售这一双FORM RUNNER黑颜色的配色 我给大家已经讲过多次了啊 EZ的四个最火的配色 就是纯黑纯白碳黑和奶油 那这次的碳黑配色的FORM RUNNER呢 不用多想啊 Money就对了 无论是收藏自存还是投资啊 都非常不错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EZ来一个素质三连点赞 转发交流言 同时如果你对华人球鞋社区非常的感兴趣 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那国内的朋友呢 可以去搜索微信公众号EZCOP 在公众号里呢会有加入的方式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